这个藻斑病 它就是一种藻菌共生 这一般在很多这个 这个造物里面就很容易 拆掉了 还是像这个酪梨 那么这个我们像这种 柑橘类 这很多 这是一种这个 它的藻类藻类去聚生料 它的地方 它稍微会这样一大 比如说柑橘 它的藻类藻类 有时候不见得是绿的 有些 褐色 还是说这个 红的红的红 那这种这通常就会 改成这个 生生 所以有的人叫做红枸 比如说在柑橘里面 它就很明显 就明显 那么这种通常在这个 这个 湿度较高的这个环境里面 比如说像乃类藻 这个柑橘也是同样 湿度高 湿度高它就有这个 因为它的一个藻类 去寄生 一种寄生性的一个绿藻 在这个藻类里面 那么刚开始 它的 柑橘里就出现到这种 橘色的这种 所以有的叫做红枸 这种叫做藻斑病 那么因为这个 藻类去入侵到这种组织来内 去吸收到这种水分 跟到这种营养 所以 给我的这个瓶颈 它的营充的叫藻类 给它吸收去 所以这 去影响到它的 这个光额作用 会去影响到它 一些糖分 这种 这个光额作用 产物的一个雷迹 这通常会去影响到 我们格式的这个 这个瓶颈和这个瓶颈 那么这一般来说 通常它发病的这个 时间 这哪里线维症的画家 线维症的画家 在看早班冰的这个 白班的时候 那真漂亮 那整个像是一粒 像是高头骨 这个挺漂亮的 这个也是 这以前我们设置的时尊 就是 黄金爷爷 在台湾看 哇 这看起来 其实真的很漂亮 在大自然里面 那人是 你如果看得到 我们把垃圾的一天一天 一直衰弱 你就不会觉得它很漂亮 所以一般同常 他在这个湿度很高 这个中间 湿度很高的时候 湿度更高 一般同常就是这个美语季节 或者说像这个 如果是 这种 雨季 雨季就在北河 或者说你那个地方 不是这样 陰陰湿湿 这种呢 就很容易 来把他引起到这个 炒班冰 我通常 寒冷 他就会 干燥 打扯 通风 他就有时候不用穿 他也会好 但是你这个 矽孔 如果是一些特殊的这个环境 比如说在山洞里面 通风不良 蒸了辣 高峰的这个 这个湿度很高 那么这种 这很容易 很容易 来把他这个发生 那么这种东西 这个在乃姬里面 乃姬里面 这个也会有这个发生 这有时候 他通常就是 我们说的说 切笛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柑橘类里面 他这些豆瘦都在一个 叶片在这个 基礁管顶上 都会 会吃我们的 乃姬铃铃 在乃姬里面 这个鞋子 这种 神奇芭蜂 那么 包括我们的柑橘类 都会得到一种的 一个早班冰 这个 那么他那个东西 下去了 有时候那个地方就 更容易 叶类在那里 他叫其他 这个 这些真菌的 更容易共生 所以有时候就会生病 就比较 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点 就更容易来发生 那么目前来说 在这个 你可以 去把他利用 这种冬天的时候 干燥 去把他洗清洗 那么在洗的时候 可以用 这个柑橘一百倍 这也是可以用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酮剂 这个高农度的酮 还是说用 来用 这很多 这种早班兵的 德索 我们用什么东西去洗 用 这个安息香酸 叫做本甲酸 一种 那么在地里里 尤其我们的种地 尤其很多好朋友 种地灰 地灰很容易 到这个早班兵 因为地灰 整个月他都要在 他有一点 走一走这个 这个地方 他住得比较漂亮 要走一走 你若是 一个想过头走这个 这个宿度 更想过头高 他也是同样的 就是这个早班兵 所以这都要 帮他做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 那么这个目前 目前这种早班兵 我们在用的时候 就是同济 还是说这个 这个手法 当然安息香酸 安息香酸 也是一个 有的说 那是什么东西 这很多 那么其实 其实这种 我们的这个 同济 当这个就好了 所以不一定就要用 不一定就要用 这种 所谓这个 安息香酸 这个环境 如果好 其实这个病 就不容易 来发生 那么 这个 统计是最好的 这个 但是有的说 当这个不够烈 不够烈 这我们现在 目前来说 这个 这个 安息香酸 这种 叫做 本甲酸 这个 安息香酸 是一种食品的 这个添加剂 这食品添加剂 这食品添加剂 那么在用 其实 好像有的人说 这个比较安全 没有错 就是说 它是一个食品添加剂 但是 但是 这个 我们在 这种 这个东西 人类不能吃太多 所以在用的时候 你也说 这食品添加剂 没关系 那吃太多也不好 接触到 但是它对了一些 这个预防 比如说 这种 这个 碳剂病 这方面 其实 好像国外也 也有发现到 那么 因为这些油 我们在用 拖散的油 比较有抗药性 所以有 科努的用 这些油 来应用 比如说在美国 利用防腐剂 里面的这个 本甲酸 来处理到这个 马铃薯的快根 是说用 这个 脊厄 C酸 夹 一种 东西 这也都防腐剂 那么 它没什么防腐剂 它给你 脊厄 C酸夹 你不知道 不添加防腐剂 脊厄 脊厄 C酸夹 的防腐剂 本甲酸 它也没说防腐剂 它也没说 都没说防腐剂 它就是 你自己看 我们不知道 看看 这个里面 没防腐剂 其实本甲酸 那就是防腐剂 那么这种东西 已经在草莓里面 其实也证明 它对草莓 这个肥莓病 有一定的作用 包括对柑橘类 我们柑橘类有一个 绿莓病 它的贵性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广埔的杀菌 对我们来说 其实蛮安全的 你不要直接去 去吃那个东西 吃很多 那么大概就也还好 所以目前这个东西 像这个本甲酸 本甲酸 那氨基香酸 这种东西 那么它的用在这个 大概就是 它是用150倍以上 我们 有时候也不用用到150倍 就是用这氨基香酸来做 那么 这种早饭病的一个处理 比如说 你可以用 再加一点 精炼过的这个矿物油 那么你加这个 安息香酸 安息香酸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150倍 你如果加这个矿物油 你不用到150倍 500倍 它就很好用 然后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它这个用起来之后 这个成本很低 第一个低成本 第二个 第二个呢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 它还蛮安全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就把这个早饭病 无论什么做不到这个早饭病 其实它对了一些这个病害 碳区病 还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其实预防的效果都还不错 有的人说 这样 嗯 我生日 嗯 没有错 这生日呢 就很多 他们在国家呢 他就印度 因为他们就拿这个东西给他洗一洗 过去洗 过去 因为我们 生日晚了很容易 这个碳区病很容易 他不洗农药 他洗这个安息香酸 而且他用 他也不用用到五百杯 他大概用一千杯在洗 就有抑制效果 他们五百杯效果很好 最重要 他真的不 是太贵 所以你可以这样来应 这让你先做一下这个参考